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表示这是再好不过 不过他也担心这是西蒙政府推脱的伎俩 接着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前首相纳吉虽然面对多项的指控 但今天也质问西蒙政府为捍卫马来人权益尽了多少力 纳吉今天早上为雪州双西 甘迪斯区州议席补选的国阵候选人 露曼拉票的时候表示 人民已经开始对西蒙执政后的情形感到失望 因为新政府并没有兑现承诺 还悠转了一些政策 同时纳吉也否认巫统 只为单一种族与宗教斗争的说法 并辨称国阵政府较为帮助马来人 是因为马来人是五国的多数群体 接下来来关注话题公司 曼星云集团的消息 三个执法单位以及总检察署展开联合行动 对以涉及金字塔活动的曼星云集团展开了调查行动 创办人赖采云目前已经被列入了移民局的黑名单 禁止出国 同时也冻结该集团72个总值约586万的户头 国内贸易及消费事务部执法主任罗斯兰就指出 有关的行动共有多达130名的官员参与 不过由于赖采云给予全面的合作 因此无需展开逮捕行动 罗斯兰透露 从去年开始 该部门共接获了多达六宗与满星云相关的投诉案件 之后便和国家银行等单位商讨可采取的行动 另一方面 满星云集团的代表律师杨锦成就表示 本身还无法掌握赖采云的行踪 上一次和对方会面是在去年底 杨锦成也提及 他不满执法官员搜查的时候的态度 不允许他见证整个的搜查过程 而且将办公室的闭露电视关闭 接着我们来看社会新闻 21岁华裔女子与32岁男友串通 自导自演 遭人绑架的戏码 向父亲索取5万令吉赎金 结果东窗事发 双双入网 柔博巴珠巴侠警局主任阿多瓦西表示 该名来自巴珠巴侠巴利安尼的女子 曾经多次报警案 以及撒谎 向父亲敲诈钱财 这次更变本加厉 扬称遭人绑架 阿多瓦西说 48岁的女子父亲 于本月的20号晚上 在家中接到电话 子女儿 子女儿遭人绑架 绑匪要在24小时之内 取得5万令吉的赎金 才释放人质 父亲向警方投报的时候 子女儿曾经在当天下午透露 将会在巴珠市区 以及支援栏与友人会面 警方对此展开调查之后 于23号傍晚 在麻坡巴士站 寻货并且扣留该名少女 同时在吉隆坡交赖的一个住家 逮捕了女子的男友 目前警方已经扣留少女 跟她的男友住查4天 最后让我们来看体谈新闻 大马雨总昨天晚上宣布 大马雨求一个李宗伟 因为患有呼吸系统疾病 医生建议她休息并且接受治疗 而且至少一个月内 不能够进行任何高硬度的运动 基于这个原因 李宗伟被迫退出月底的 南京市锦赛和8月的印尼亚运会 对此大马雨总秘书 黄锦才表示 雨总祝福李宗伟 尽快地康复 同时也会在近日确定 顶替李宗伟参加亚运会的人选 虽然雨总将会降低目标 但仍然希望能够保住上一届 欲求男团同派的希望 我们明白媒体和媒体 非常关心 杨慧不来到 南京市锦赛和8月的印尼亚运会 我们证明昨天 通过一个证明 杨慧有证明 杨慧有证明 他患患疾病 疾病的疾病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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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回